大家好,我是李志宏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一课讲到了使用角色部署流程 使用角色获取流程的一个任务列表 部署完流程以后也能通过角色去获取流程的任务列表 然后下一步怎么办 就是列表获取到了 是整个我所有的任务获取到了 但是我想查看单个这个任务的一个情况 包括也就是说跟以前的一样是 就是我申请的一些信息 包括比如说请假里边的一个请假天署 请假人这些信息 这些和角色挂钩以后去怎么做呢 这块我给大家做了一下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讲之前咱们还是使用这个JBPM12 12咱们这块是讲之前咱们首先先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说一下就上一课遇到了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就是我添加完了以后 发起流程员工发起流程以后 然后总是界面总是提示操作失败 其实后台是成功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咱们这块就是没有加这个参数 于是POWER是BODING这个参数 是他这块上节课是没有加的 咱们这节课给大家提前给加好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参数的作用 就是把这个返回值 以转化成一种参数 再上格式转化给返回给界面 这样的话就是界面能解析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就返回的是不对的 这就是可是一个页面的 如果关一个视频 他理解是一个页面 这样的话会长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这块注意一下 当时我复制的时候没有把 没有注意这块 另外一点就是咱们去看到了这个 当时这个跟路径的时候 获取不到 就是说跟路径咱们手工写的 咱们这节课就是使用那个EL表达式 就是用这个表达式 然后就能把这根路径加进来 就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参数都使用这个EL表达式去获取根路径 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一份代码 以后咱们复制代码的时候就会重用了 包括这个请求咱们使用根路径 这是一种比较通用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去精简一下 我这里没有做精简 比如说咱们这块用个BASE标签 或者是把这个放到头里边 放到最上边给它复制 这个比较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变量 这些都可以的 就是五花八门方式很多 你就随意发挥 只要是能获取到路径就OK了 这个里边咱们就不做重点奖了 咱们这几个重点奖是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重点奖的是就说 我去发起咱们看一下效果先 大家先看一下效果 我发起流程 发起个流程 比如说还是员工一 咱们签下天数 比如说签了12天 然后提交了以后 OK 超出成功 提交了以后 组长去获取的任务时候 咱们刚才说了 我第一步原来是获取到这个任务列表 现在是怎么办呢 现在就我想看一下任务列表的基础上 我再去查看 这块我增加了一个查看的一个链接 这块是个链接 大家看一下 A标签 其实是一个 我能查看到这个任务的具体信息 这三个字段只是GBPM的一个字段 具体 我看一下 刚才咱们发起一个 说是员工一发了个12天的 请假 我这块怎么能可显示出来呢 列表里边肯定显示不出来 但是我想进去看一下是否是 呃这个具体的情况怎么看呢 就是首先在页面上做个标签 这个是16UI的一种特性 就是这个整个整个代码就这些 然后操作 操作里边有个发行方法 方法里边定义那个A标签 A标签复制给一个变量 A标签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A标签整个 我给大家 就是换一下行吧 要不这样的话 看大家看的不太 看的不太 换一下行 然后呢 换一下这块也加个引号 这样的话让大家在一个屏幕里边都能看到 看到就是更方便理解嘛 这个A标签就是这样的 定义标签这个A标签叫查看标签里边有一个哈佛 就是咱们这个 UIL就这个UIL就是咱们以前的gettask 就是获取单个流程任务的一个详细信息的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咱们看一下对应的是哪个 对应是这个咱们以前也做过Gori的里边的一个get 对这个就对应这个 就是把这个实体给拿到了 就是这个请假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实体拿到了 然后返回给一个detail页面 返回给detail页面 就是这个页面里边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从边看一下 页面里边其实就是两个属性 就是一个请假人请假天数 让它显示出来 整个就这么过程 重点就是在这块 我让它去请假 获取到 这块就是 界面上的一个显示 显示了以后 咱们点点查看 就能查看到刚才发起的请假的一些信息 这个就是咱们要的一种效果 大家看一下点查看 OK就是有个三天的 咱们刚才发了个12天的 12天在哪呢 就12天的肯定是在最后一个按时间排序的 12天的也拿到了 就说这发起一个任务 比如说这发一个35天的 成功了以后这块 看我任务那块多了一个任务 多了一个任务 我想查看看怎么办 哎 这块有35天 这是拿到了 这样的话就非常接近咱们现实流程 省批的一样子 咱们现实中就是这样的 肯定就是我首先拿到列表 然后查看就查看 想前的时候进去看一下 这里边就可以具体的查看一些东西 也可以做一些操作 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审批通过呀 拒绝呀 呃 这些咱们将来会的给大家讲 这个就是咱们这些课要讲的 就是整个去或做一个查看的一个动作 咱们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我这节课就没有具体的写代码 而是去给大家讲一些东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些代码 呃 比较有专业性 比什么意思 就是跟16i关系关键比较大 跟这些sv关键比较大 不是咱们讲的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 后台咱们已经 已经写过这些代码了 就现成的用了 呃 这个就是咱们在将来 就是后边的讲解中 就逐渐的会以讲为主 以作为辅助了 因为咱们前边的一些基础性的 一些敲代码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后边就是给大家去实践中 就是用一些相当于是相当于一些高级的一些特性 这些特性呢 敲起来比较费劲 给大家讲起来 呃 我我敲了 敲起来也比较费劲 因为给大家边敲边讲的话就是会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说我提前准备好一些内容给大家讲 这样我讲的会深入一些 大家呢也不但是但是大家学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按照我讲的东西 按照我屏幕里边想的东西 然后敲一下 最好是这样的话就会贵 就是更印象深刻一点 不要像我一样偷懒 我这个不给大家敲了就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